我有砸過電視 用力砸 電視直接壞掉 把我一台五十九天砸掉 但是最後發現是誤會他 所以我自己道歉 他的人生沒有對不起三個字 所以你們兩個在一起 到現在他們有沒有到過任何一支線 有 有 他帶泰國女生回家 回家說要睡在我們兩個中間 喝酒醉 因為隔天我氣到不行 我在客廳坐著我不睡覺 然後隔天起床他有跟我道歉 很像在道歉大會 我中間有來這邊開會什麼的 他把家裡打賞超乾淨 就我坐在這邊 然後隔天還可以跟他擦桌子在搜東西 我認識他八年那應該是第一次擦吧 只會賺錢的老公 然後代價就是廢物 會不會這幕拍完都大家支持 隔天離婚 其實有造成大家蠻多的誤解 以及大家覺得說 我怎麼對我老婆這樣 那我老婆怎麼這麼可憐 這麼委屈 我就許這個受害者 自己出來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到底我跟我老婆的 生活到底是怎樣 你們也不用擔心說我老婆委不委屈 到底委不委屈由他自己講 那當然我相信大家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都知道我拍影片都蠻真實的 這影片也沒有誰過 就是我老婆到現在也不知道我要問他什麼 就我們直接就是現問現答 好不好 那大家自己來看下去 那我就直接來介紹一下 因為他從頭到尾就坐在旁邊 也沒那麼好介紹 直接是我法定上的妻子 我身分證後面的老婆 他的綽號其實就叫啾咪啦 對 嗨 先從我這邊來發問好了 因為畢竟這個訪談是我主要的主軸 其實也不知道澄清什麼 我想知道在我老婆的眼裡 蹦板是怎樣的一個人 蹦板嗎 對 我不會從路人啦 我就跟你在一起那麼多年了 在你的眼裡我是怎樣的老公 老公喔 只會賺錢的老公 然後在家就是廢物 什麼都不做 好啦有啦 該做的有做啦 我覺得 你該出現的時候有出現 就也沒得險啦 然後平常就是很努力賺錢嘛 雖然就有點機車 有時候發起 就是壓力大會發脾氣 就是 我現在突然覺得 你比我兒子跟我哥哥不少 對呀有一點怎麼辦 時間時長大概有多久 很長啦 他可能就是平常出門工作 回家就玩電腦嘛 然後就接工商什麼 就可能比較常出現在客廳 然後遊戲間 啊我就會在房間客廳 我會一直去弄他 就可能想要用一下他 他都不會理我 可是我看到他時間是長的 只是沒有正式要講的時候 就是他做他的我做我的 我剛剛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你要不要問一下 我老婆都在幹嘛 我老婆在幹嘛 我直接跟大家講 我平常看到他就是躺在床上 一直滑手機 我這裡 一直滑手機 我已經很多天 我很多天沒躺了 我沒有看過他 你說我們打掃家裡那些事情 沒看過 有啦 我很久沒躺 你每次來我家看到家裡 有沒有這樣 那我必須 就不會 我再講解電視 你們出國的時間 我中間有來這個開會什麼的 那現在我們來坐家屎 他把家裡打掃超乾淨 就我坐在這邊 然後我們還可以跟他擦桌子 在搜東西 我跟妳說 真的是他沒在做過 我認識他八年 那應該是第一次擦吧 那是因為我跟你講 逗我來說 我的老婆就是要做這件事 但他沒做 沒有我覺得合理 可是要幫他講話是 他有花錢 請別人做 啊我可能就是做一些 別人做不了的 就例如可能洗衣服好了 那大少爺也會做 就是他能做的 然後剩下的才是我做 但是我還是 簡單講他算廢啦 或者是這樣 就是所有能花錢 解決事後已經解決了 剩下就是花錢解決不了 他自己去做 那你認真 你再想個一分鐘 那我婆婆在家裡 平常會對家裡有什麼貢獻 跟幫助 認真想 不是 會不會這部拍完 都大家支持 不然離婚 我會哭欸 那我會哭欸 他真的唯一的功用 老實講之後什麼 就是譬如說我要喝水 他去幫我拿水過來 然後以及就是 就是我想要吃泡麵 幫我煮泡麵 說真的要在想什麼事情 真的沒有 因為剩下的事情就是助理在做 有一個故事先跟大家講 這我是到去年還前年才發現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知道 我每天都會抓頭髮 我會抓頭髮 所以我每天都要洗頭 有一次我發現我洗髮精沒了 我就說 欸 去幫我拿下洗髮精 我洗髮精沒了 你的洗髮精借我用 他還跟我講一句話說 他沒有洗髮精 我說怎麼會有人沒有洗髮精 他說 他說我沒有在家洗過頭 他每天都會去外面洗頭 不是啊 所以他沒有洗髮精 你們能想這樣 怎麼了嗎 所以你就知道 這樣算不算廢了 我不會被泡啊 我現在要跟大家講 螢幕的觀眾你們在講一次 什麼叫我不疼他 什麼叫我對他不好 你看他過多爽好不好 對 廢物再死好不好 這樣可以吧 所以反而在JuMe的眼中 我們平常是忙的 是真的做很多事情 他真的很忙 這不可否認 但我覺得他至少是 他該做的 爸爸的責任 老公的責任 女婿的責任 我覺得他有做到 如果我爸找他 他一定會出現 我爸媽找他 他就是再忙 如果真的是有事找他 他一定是出現 那我家有什麼 可能比較大的事情 需要找他的時候 他也都會出現 可是有時候 就我覺得各種過節吧 各種家庭要找他的時候 他一定還是會出現 那他對我爸媽其實也很好 這我爸媽就是 也很喜歡他這個女婿 但我覺得這個第三個缺點 是從切胃以後 他切胃以後 我覺得他的脾氣 有從這麼小的炸彈 變成這麼大的炸彈 就是已經隨時會爆發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 因為我切胃不小心 把我的脾氣也切掉 他真的是很會生氣 就是一不順心他就要發脾氣 雖然一下會過 但是你會覺得這個人很無理取鬧 去改一下 對我來說 你喝酒之後脾氣 對啊 但是你之前就這樣子 沒有 之前沒有那麼差 而且他之前沒有那麼容易醉 他現在是就是 很容易醉 然後一醉回來 就是莫名其妙就要發脾氣 我不懂耶 我會沒惹你 你發脾氣幹嘛 那我不想知道他 這個脾氣過了之後 會跟你道歉嗎 他回來他裝沒事 他就是可能跟你吵完架 然後有時候我還生氣 他走過來跟我講話 然後我可能還有小脾氣 不想理他 我說你聽不到嗎 你不會回嗎 然後我又會覺得很想笑 我就會再兩攻一次 就莫名就是會 對啊 可能就莫名就會 默默的嗚好辣 然後就講話 因為我會覺得他開口 道歉我跟你講 這輩子我好像真沒跟他道歉 他開口就是他的道歉了 真的 跟你說好啦對不起 他絕對不會這樣 他的人生沒有對不起三個字 所以你們兩個在一起 到現在他沒有跟妳道歉之間 我道歉 有 他帶泰國女生回家 回家說要睡在我們兩個中間 喝酒醉 因為隔天我氣到不行 我在客廳坐著我不睡覺 然後隔天起床他有跟我道歉 因為他那一次是真的喝過了 然後他自己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然後可是其實 當下 其實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麼 只是不想承認 沒有啦開玩笑 對啦對啦 那時候就喝酒醉喝喝喝喝 然後我也不知道那天是發脾氣 然後就把那個人帶著直接進我的房間 然後他在睡覺 我就說你過去一點 他說幹嘛 他就張開眼看著我 然後我就說你睡過去一點 我要叫這個人睡旁邊 重點是那個女生超害怕 一直說不要不要 他就一直很兇 那個女生越不要 他就硬拉人家 在床上那邊睡 然後那女的就是也很慌張 隔天就好像也很害怕這樣 那個女的待到半夜吧 我記得不知道多久 後來其他的助理去把那個女生 帶到就是飯店去睡這樣子 我會道歉啦 但是僅此就是我真的覺得 少之又少 真的我覺得我做錯 但他不認錯 他很少會認錯 他厲害的是 明明就有時候一件事情 明明就很明顯 所有人都知道是我對他錯 但他很就是可以把我說服變成我錯 這我覺得他厲害的點 那優點 優點喔 剛才是想不起來知道嗎 我想一下 他剛做缺點的時候一秒就說 我想一下 你是想你 你信不信拍完這影片我離婚了 我不知道 這麼難想 不是我不知道那算不算優點啊 哪一個人講啊 就是可能很會賺錢之類這一類吧 這當然也是優點啊 我覺得是優點也是缺點啦 因為我覺得他沒辦法取得平衡 但我希望的是 他顧家又賺錢 有好重的事情 有好重的事情 你不少別男人 我辦不到 你看看看看看 還有一點我覺得他夠尊重我吧 因為我覺得 這個是大家 不是那一類的尊重 不是不是不是那一類 人家都說我不尊男人 那你覺得我最尊重 你會一直覺得蠻好笑 我跟你們說 那是你們沒有看過壞男人 沒有啦我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我的尊重跟一般人尊重不一樣 這我必須幫自己講 我的尊重是從心裡尊重 我會認定他是我老婆 我就會顧好這個家 這是一個尊重 但是我嘴巴不會尊重 因為我嘴巴就是這樣在講話的人 賺錢跟還有什麼 你還有什麼優點 我想想看 我很多優點啊 你說我聽 是不是有長相啊 那不算嗎 品味啊 這哪算啊 老公的優點 老公的優點 對啊你說吧 我至少還沒跟他離婚啊 我沒講如果沒結婚 可能應該早就分開了 我有講過如果我沒有結婚的話 我跟你講我這輩子不會結婚 他會很花心 我會一直換女朋友 喔應該說有時候其實很偶爾啦 我還是會有點小情緒 會覺得說 就是你是不是不夠愛我啊 不夠愛家 可是他到這種時候 他就會很認真的跟我講一些 心理話 就是這個這個時候 還是去說服他 這個沒有 你說服下去 我有這五年我有個安全的人 繼續玩我的 沒有這種時候就會覺得 他說得好像也很有道理 然後就覺得 好啦他是顧家的 他有在為了兒子 為了我 不會想要離婚這樣子 我們也相處得好好的 離什麼離啊 你幹嘛 你們應該這樣講 其實外面的誘惑很多 但我跟你講你運氣好 運氣好 我這個人有個信念點就是 今天外面誘惑再多 我不會放棄家庭 這樣子這算好事了 對啊 我剛剛講的就是 我今天就傳 就遇到再怎樣漂亮的女生 就想再玩 我都會想說 溫婷 但我們兩個有說過 如果范冰冰來追他 我就放他走 白冰冰來追我會走 不要給他養 那你還要養我嗎 我可以拿他錢 好可以 接受 我往往也沒講過 我愛你這件事情 以前很長啊 現在不長 現在可能久了不愛了 久了不愛了吧 我也不會太會講過 他奉滿上一次說出我愛你 這樣是不管打字 還是用嘴巴說的 可能要看一下對話記錄 至少三四年前 絕對 那咪咪對你呢 很長啊 天天啊 我三不時就要 他會罵我 滾 他會罵我 可是我也習慣 可是你知道有幾次 就是如果他那天可能心情不錯 然後我傳這種訊息給他 他就會回我說 好啦好啦 就反而沒有嗆我 我就回他說 你怎麼了 你可能沒有人嗎 我只要不要嗆他 就算是對他最好的回應 太好相處 我還覺得怪怪的 不是嗎 現在回到鳳凡好了 你缺點就不要說 你嘴巴太糗了 真的 好煩喔 就讓你講 真的講優點喔 你不能再講一些反話了 發自內心的 來吧 來吧 講第一個優點啦 說實在的 第一個優點 對我來說是 好緊張喔 這個講不出來 我剛剛 講不出來你就罵他 我剛剛一直想要講他缺點 真的講優點的話 第一個是我覺得 我算放心他 應該說他也太怕我 大部分已經會擔心說 自己另外一包會不會 偷吃或會亂咬 他我是完全不擔心 就是我不擔心這個問題 而且我反而 這個對我來說最大的優點是 他如果敢偷吃 我跟你講我謝謝那個人 對 帶走 不是 你要講真的 第二個是 我覺得他算真的是那種就是 認真講算傳統良家好婦女 就是他是那種真的 就我剛剛前面講到 他假期解決價格 對我來說真是很大的 因為我的生活 我自己也這樣很複雜 然後我身邊也這麼多人 然後不管是我在做自媒體 還是我在做經營這一塊 其實 接觸的各行各業人太多 然後 他算屬於就是完全不會 太管我的人 就簡單講 我可以跟他一通電話講說 我今天沒有要回去 我今天我可能會忙比較晚 他就不會再吵我 然後他算給予我有一定相當的尊重 除了就是有幾個女的 他會特別care之外 其實基本上 我跟任何人出去 他都不會太講什麼 跟 我們的音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